美国股市不断地上市历史高位 印度市场也显得高处不胜寒 让跨国资本纷纷寻找新亮点 马来西亚因为追赶人工智能AI热潮 而成为了外资的新宠儿 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泰国政府一直抱怨 央行迟迟不降息 推升泰猪汇驾 损害出口和旅游业 削弱了政府的支持经济措施效力 不过相比起泰猪 今年前三个季度超过半成的升幅 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升势 无疑在亚洲区内无人能及 前9个月的累计升幅 接近一成二 远远抛离区内货币 也摆脱了2月时所创的26年新低 在日前再次刷新 接近三年半新高 马来西亚股市同样表现亮丽 因为人工智能 恋爱数据中心热潮 外资涌入追捧 吉隆坡股市刚在8月底 9月初触及疫情后 2020年1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而且除了科技业之外 银件电力和基建等板块 也受到青睐 央行对于货币强势处之泰然 主要原因是经济强劲 第二季经济增长 是过去一年半以来最高 全年的增长率 预计会在央行预测范围 4%到5%的顶部 除了经济强劲 还有政治稳定这个重要因素 令马来西亚迅速成为部分 外国投资者 在东南亚一个避风港 所以近月外资加快流入马来西亚 8月份外资流入债券的金额 是13个月新高 估计有大约两成或以上 马来西亚债券由外国投资者持有 除了金融市场 科技业也积极进驻 美国搜寻引擎巨头谷歌 在马来西亚投资 2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和云区域 刚在日前破土动工 谷歌估计到2030年 会对马来西亚经济产出 贡献32亿每年以上 并创造26500个职位 过去一年 由亚马逊微软到英伟达 和字节跳动等多家重磅科技公司 已宣布或计划 在马来西亚开展数据中心项目 政府也决心将国家发展为生成事 AI枢纽 总理安瓦尔在谷歌项目的 动工仪式上表示 计划推出国家云政策 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和更有效率 以及提升经济竞争能力和增长 并且引进法规 鼓励外资进入 以及道德而可持续的使用AI 2026至2030年行动纲领 将在未来12个月完成草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